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5月8日,俄军再次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袭击了乌克兰七个州的基础设施,公寓、民用设施 遭袭击的这七个州分别是基辅州、波尔塔瓦州 基洛沃拉德州、扎沃尔州、利沃夫州 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和文尼查州 至少造成了三人受伤,13栋居民住宅被炸毁 截至目前,没有人员死亡报告 目前,乌克兰境内的三座DT-EK火力发电厂设施 损坏严重 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紧急讲话说 要用行动阻止俄罗斯继续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 乃至全世界让一切恶行再也不会继续 遭袭击后,乌克兰部分州可能会出现轮流停电 其中基辅已经恢复供电了 乌克兰空军提供的数据显示 今天,俄乌共发射55枚导弹和21架无人机 共76个攻击单元 乌克兰整体拦截率仅为77% 具体拦截情况为一枚KG-47M2匕首弹道导弹 三枚伊斯坎德尔MK弹道导弹 四枚口径巡航导弹 45枚KG-101KG-55巡航导弹 两枚KG-59KG-69制导导弹 21架沙西德131-136无人机 在正面战场进攻和对乌克兰境内狂轰滥炸的同时 大俄还派出很多特工渗透到乌克兰以及西方有关国家 对乌克兰境内外目标进行破坏或对乌方重要人员进行刺杀行动 乌克兰安全局在5月7日发声明说 该局破获了一个试图暗杀乌克兰总统 泽列斯基 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柳克 乌克兰军情总局局长布达诺夫 以及其他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的俄罗斯间谍网络 新破获的间谍网络是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下属的第五局操控 该局专门负责针对乌克兰的颠覆 情报收集以及暗杀等活动 侧应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 乌克兰安全局称已逮捕了两名潜伏在乌克兰国家保卫局的上校 他们试图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任企业就职典礼前 制造暗杀事件作为献礼 被捕的这两人将以涉嫌战时叛国罪和策划恐怖活动罪进行审判 这两人此前职位特殊 具体负责保护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 却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人使用美元进行了收买 他们原计划是在获得包括泽连斯基等人的行踪信息后 报告给他们的俄罗斯上级 在目标确定后 俄军将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斩首行动 同时在由俄罗斯特工使用FPV无人机对可能的幸存者进行攻击 最后在由俄军发射弹道导弹毁灭所有痕迹 按照计划 俄罗斯情报部门会在复活节前 暗杀乌克兰军情总局局长波达诺夫 在计划为实施前 两名叛国者于5月4日被捕 乌克兰安全局发现了他们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合作的证据 以及从乌克兰国家保卫局偷走的武器 媒体透露一些不寻常的信息 被逮捕的两名上校间谍中 一人叫安德里·胡克 他与乌克兰国家保卫局局长鲁迪关系密切 两人曾是军校同学 鲁迪甚至打算让安德里·胡克担任他的副手 鲁迪此前的辞职或许就与该事件有关 之前媒体就报道过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的第一天 俄军特种部队 原打算在内应的配合下 试图攻入基辅行政区 抓捕或者杀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不过这一图谋后来并未得逞 此前乌方已披露过 曾破获了多起针对泽连斯基等人的暗杀阴谋 敌对国家间的间谍与暗杀行为一直都存在 只不过大俄在这方面做得更露骨更频繁一些 别说乌克兰了 这些年俄罗斯的土豪大声和意见领袖接连不断的出声 很多人死得不明不白 其中还包括了曾与俄总统关系很铁的人 比如瓦格纳老板普里格人 所以与大俄打交道一定要慎之又深 5月7日 俄军一架伊尔76运输机发生了故障 在塔吉克斯坦西萨尔爱尼军用机场降落时 冲出炮弹起火被烧毁 据称是因起落架异常造成的 昨天乌军再次发射战术导弹 击中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 伊洛瓦伊斯克的俄军戴奥户 现场爆炸后腾起浓烟 同时俄罗斯境内 比尔格勒德州 拉吉特诺埃的一个工业仓库突发大火 过火面积超1200平方米 该地距离前线仅20公里 有可能又是乌军无人机光顾的原因 5月8日凌晨 在俄罗斯境内的塔干罗格罗斯托夫 比尔格勒德等地 先后遭遇了乌军远程无人机突袭 俄方防空系统被迫启动 其中无人机还突袭了 罗斯托夫附近的俄军机场 同时乌军又发射战术导弹 击中了卢干斯克州的一个燃料库 之后引发大火 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 俄军使用朝鲜导弹的消息了 乌方透露此前发生的一些内幕消息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主任 科斯廷称 从2023年年底到今年2月底 俄罗斯基金队总计向乌克兰发射了约 50枚朝鲜制造的弹道导弹 最后一次发射是在2月27 这些导弹中的一半发射失败了 导弹在发射后失控 偏离弹道并爆炸 乌方基础人员检查了21枚朝鲜弹道导弹的碎片 意外发现 朝鲜制造弹道导弹里 有大量的美国和欧洲制造的电子零部件 其中一枚芯片 还是美国在2023年3月份生产的 这意味着朝鲜 有能力通过非法渠道 获得这些敏感产品 将西方制造的零部件 安装到自己的导弹上 并送往俄罗斯 战争武器研究副主任普利特斯说 最大的惊讶是在遭到近20年严厉制裁后 朝鲜依然有能力获得制造武器所需的一切设备 而且速度惊人 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的专家 白恩也感到震惊 我从未想到朝鲜制造的导弹 会被用在欧洲土地上杀人 迄今为止 莫斯科和平壤都没有承认相关指控 俄方还利用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 在联合国袒护朝鲜 为平壤提供政治和外交支持 一些分析人说 平壤已经在其支持者的帮助下 成功突破了联合国安理会制裁 以及美国和韩国等国的封锁 成了廉价武器的供应商 而购买朝鲜武器的国家很可能不仅仅是俄罗斯 尽管朝鲜制造的武器在质量和可靠性上存在问题 但其制造的武器已扩散到更多国家和地区 来自27个欧盟成员国的大使 将于当地时间5月8日 讨论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提案 这是迄今为止的第14个提案 制裁的重点是限制俄罗斯从液化天然气供应中获得的利润 预计制裁方案还将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害期 5月8日 荷兰国防部长奥隆格伦表示 战争局势将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 奥隆格伦在媒体采访时还表示 西方的援助对于扭转俄乌战争局势至关重要 他说 如果盟国增加产能 如果盟国增加产量 特别是弹药 无人机和其他在乌克兰非常广泛使用的新技术 乌克兰将会成功 局势将会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 他坚信乌克兰会成功 但前提是必须积极的支持乌克兰 拉多维亚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万欧元的通信设备 丹麦也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5亿丹麦克朗的新人道主援助 有关派出地面部队进入乌克兰一事 截至目前 法国波兰虽然多次表示这种可能 但依然处于模糊层面 还没有开始实际操作 不过 立陶宛正式表态了 称已经准备好向乌派遣士兵 5月8日 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向英国媒体表示 他已获得了议会授权 可以向乌克兰派遣军队进行训练 具体的细节和派遣人数他们有透露 但他的表态被解读为 将与此前欧美派往乌克兰的军事顾问不一样 有点像地面不对 这事还需要观察 但有一点基本肯定 如果战场形势继续胶着 或乌方再次实力 盟友国派遣地面部队帮助乌方的可能就会增大 同时 假如乌方邀请盟友派兵 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 乌克兰总理日前已表示 乌方需要盟友派遣地面部队 不过不是现在 说明乌方已有这方面的打算 5月8日 时隔5个月后 乌克兰再次摧毁俄军一套 2S7毫米自行火炮 截至目前乌军已经摧毁至少27辆2S7毫米自行火炮 另外乌军使用了法国提供的AASM炸弹 又空袭了俄军无人机操作员所在建筑物 从图像看 该建筑已被摧毁 打击十分精准 战场最新消息 阿弗迪布卡地区俄军向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攻击 受挫后 又向奥切雷泰恩铁路线方向推进了200米 之后遭遇乌军第10旅的有力阻击 巴姆特前线 俄军继续向恰西夫亚尔南北夹击 不过没有进展 乌军在伊万尼弗斯克开始小范围的反击 并推进500米 马林卡 星海利弗卡一线 俄军士兵骑着摩托车 向乌军阵地发起进攻 被乌军第79旅击退 损失多辆摩托车 同时乌军向星海利弗卡发起反击 取得微小进展 在乌尔前线 双方还在罗伯泰尼拉锯 在乌罗扎因附近 乌军再次展开反击 并夺回了此前失去的阵地 总的来看 乌军已成功阻击住了 俄军的疯狂进攻 并开始局部进行反击 战场形势正在有利于 乌军一方发生变化 乌方今天发布的最新战报显示 过去一天 乌军新坚敌970 同时摧毁俄军坦克13辆 装甲车19辆 火炮30门 无人机11架 巡航导弹2枚 军车40辆 特殊设备2套 从数据看 俄军损失较前日略有下降 截至5月8日 俄军共计损失47万7430人 中东局势也在发生巨变 乌军昨天开始对拉法发起了地面行动 乌军坦克已经进入拉法部分区 并且占领了拉法口岸 在拉法口岸升起了以色列国旗 今天消息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在当地时间7日发表了简短的声明 他说 在哈马斯被消灭 或者在以色列被劫持人质获释之前 乌军不会停止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他同时表示 为了促使遭劫持人质获释 以色列可能会做出某些妥协 但是如果这一选项被取消 那么乌军就会推进行动 现在摆在哈马斯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释放人质 二是被消灭 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今天就聊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 实处不应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工作 节目最后恳请宽宜的朋友 能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因为恶物话题 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的荒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朋友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 二人马进打赏 在此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